2022年林志颖45岁生日这一天 他从法拉利总部租了一辆带飞行赛车 这辆车林志颖开了两个月跑了100圈 合计大约400多公里 但是租金却高达2400万 换算下来 差不多一圈就要24万 这对他来说可能没什么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这些钱底的上小县城中一套房子的首富 因为他喜欢赛车 所以林志颖的车库也是非常吸引人 里面的豪车数不胜数 车库里到处都是麦凯伦 法拉利 最便宜的一辆车都得300万 他甚至还收藏了 全球仅有9辆的兰博基尼毒药 除了豪车之外 林志颖的名下还有两套价值2亿的别墅 他还直接包下了台北十大豪宅的顶 又找来了一辆吊车 把一辆F1法拉利赛车放到了客厅中央 为了方便老婆练舞 他专门给妻子留了一间练舞房 还请了私教每周到家上课 不仅如此 他还给三个孩子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林志颖根据孩子们的个性 为他们定制了主题房间 其中还有以星球大战为主题的星空房 早在十年前 林志颖的房间就都是高科技的智能家居 这栋房子被冠上了全球最智能私宅的城口 与比尔盖茨的房子齐名 而且他的家里有很强的科技感 连打电玩的电脑都是水冷室 除此之外 林志颖名下还有一套三层别墅 别墅后面的花园更是大到不像花 一次过母亲节的时候 林志颖在家中开了一个狂欢party 花园中摆了宴会的长餐桌 还邀请了很多名媛的妈妈来参加 这场景一个母亲结过的 跟人家举办婚宴似的 这样的奢华程度不禁让人大开眼界 不过林志颖出道多年 凭借自己的能力攒下巨额财富 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作为顶流明星 林志颖在娱乐圈发展这么多年 她的身价早已不可无聊